台中市太平区一间骑社 昨天晚间发生了凶杀案 骑社的管理员因为发现有骑友在社内喝酒喧哗 他要出面制止 那么双方就发生了争吵 管理员是拿着锯子和酒瓶挥舞 那么对方以为他要来寻仇的 被两名骑友夺下 并且踹了好几脚 没有想到管理员却倒地身亡 有一个应该平和的像骑社 昨晚却发生了凶杀案 65岁的张姓管理员 因为不满有人在社内喝酒喧哗 出面制止 不过根据现场的民众表示 张姓管理员疑似有忧郁症 他手里挥舞着锯子和酒瓶 制止这些喝酒的骑友 就是因为喧哗 然后去制止 制止不听 使者拿了个锯子 跟一个不明的议题 要泼洒 坐状要泼洒当场的人员 双方发生争吵和扭打 骑友趁势将张姓管理员的锯子夺下 双方从楼上打到楼下 随后林姓和谢姓男子 在骑射后面的巷道内 用脚踹张姓管理员 而张姓管理员倒地之后 宋医却不幸死亡 两名动手的嫌犯则被逮捕 不过死者死亡的原因 还需要相验之后才能确定 突然感动手的消防 刀手却不幸死亡的救折 以后 刣手却不幸死亡的宝监